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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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小开 刚才一激动啊 刚才我看了一个东西太美了 就是好多人问我 这个东西我该怎么搭配 配什么色配什么盆才会显得漂亮 来来来 过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韩设计师设计的一个画盆 你看 这是我们出厂 出厂时的 就是 栽的画盆 然后这是我们韩设计师搭配的画盆 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品种 来 其实我们是一个品种的啊 就是说你们看了是不是档次就差很多 来 然后我们自己看看他是怎么设计的 因为你看 红色的肯定要配白盆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又搭配的麦饭石这么整形 来看一下 来 出这看一看 是不是感觉一下子 这样看 跟这样看 是不是一下子视觉啊 与很多的差别啊 所以说 大家记好了 如果说有蓝的坡肉 一定要白色的铺面石去出 还有什么样的 还有什么样的 看这个 这个吧 其实是这样的 来看一下这个 看这个是不是特别的 嗯 然后再看一下搭配起来 大家看 是不是比较漂亮了 然后再看这个 你知道我们这个泡河糖 稍微有点颜色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泡河糖 一进来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有那种 泡河糖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这个 碰面石 是不是感觉 太漂亮了 然后再看看这个 这是我们的天鹅绒 这样的小盆 当然这不 这还不是最精致的状态啊 如果说 你到回家之后再换个瓷盆 再 稍微修整一下更漂亮啊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什么样的多肉 配配上来 我来看这个 对吧 大家看一下 看我们这多肉是 比较白色的 全白的 透的那种多肉 看这一样 都女黄之类的 然后呢 要稍微有点绿的 那种黑黑色的后面纱 整起来看看整体效果 是不是漂亮 然后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设计的效果 如果还是 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配啊 你可以把点多肉 发给我 然后我教给大家怎么配 我们这有专业的摄影师 摄影师给你设计一下 我们都要在寒岛 来看一下 漂亮吗 谢谢大家